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阳池穴朝天 这个叫阳池 这个阳池穴就是由小手指无名指 这缝间 这缝间 望里 到持骨头 这叫望骨 这缝 想这儿 实际这点是偏的 阳池 这致什么病呢 就是女子的子宫歪斜 揉揉这儿 想想这儿 就胀 她一歪斜呢 就立架不准 这我在小功法里都有啊 将来还会都要介绍 现在我们练拳的时候就是 你要想把掌心朝地 你就想阳池朝天 就松了 然后再想 右手心往左脚背上 你看 对正 想想右手心 左脚背 这个手心不要想 叫大灵 那解析就动了 你看右脚子扣 然后屈肘的时候 这个膝盖弯 松胯的时候 这个胯往下沉 松肩 这时候右手大指 对正右褥头 右褥头的后面 对着的 脊背后 也叫膏肓 说病入膏肓 就在这地方啊 你把这个姿势作案长 老这么做 还置这个后边 那叫膏肓炫 它才舒服 左手大指呢 对正左褥头 往下伸 伸到哪里 伸到 赶脚会阴穴一空 你往上提一提 提到肚脚之上 这个大指啊 必须对正右褥 这个叫乳根 因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呢 都吃奶 母亲那个恩情不好报 就是在这儿 那奶是什么 就是血 红血液 变成那个奶 所以这个就乳头啊 跟这个大指的 这个老的对正要平 这时候 你看后边 就乳头的后面 你叫膏肓 有病 那个气一道 病入膏肓就不好治 那肓呢 就是死亡的王 底一个肉运 就是全身之肉都死了 所以你就拿着大指 你扁扁乳头 你看后子就动了 看见吧 那个 就很舒服的样子 实际呢 就是要走一弧形 就是对正以后 这是案 这个大指呢 也顺乳头垂直下 下到肚脚以下 要往上来 不要落肚脚肚脚下 以为你把这个伸直 你看那肛门头就空了 对 就不舒服 你提到肚脚之上 你再看看 那气上来了 你看肚子是瘪的 命门是热的 你看 多轻 这刚才我说让收视的时候呢 这也是一个固定点 收视的时候 食指先接 眼睛看食指 中指相接 看中指 大指相接 看大指 这时候把食指呢 收到鼻尖以下 眼睛再看食指相接出 这时候呢 这个调动 都脉和人脉 都脉呢 就是人中 打尾中 打尾中 打那个尾鱼啊 往上 上了就到人中 这是都脉 啊 成江 这点是到汇阴 叫人脉 啊 现在眼神看这儿 这是人 都 而脉就通了 通了以后再坠右肘 你看左膝 就像右这靠拢 松右肩 啊 这个胯 就跟这胯合了 你现在看那肚尖是别的 眼睛看着食指上阳穴 不要动 松脚腕 想脚腕一松 它就立 松膝 松胯 身下肢 立直之后 眼睛慢慢抬头 越慢越好 平时前方 静一静 你看头顶上有那个气的蠕动感 然后松肩 这蠕动感是脸上下来 然后坠肘 两手自动就分开 这时候要注意它啊 意念想 两手心浮在水上 你感觉肚子就无了 直接气沉淡添 然后感觉脚面 啊 发胀了 觉得很厚 这会儿想想大灵去 大灵 是不是 一想大灵 那个手就软了 就大了去 然后中指再贴到峰式 手心一贴大腿 你看 手心多大面积 大腿两侧就发热 这个热气要收回来 收小腹 热气就收在里面了 松胯 向臀部 往脚后跟上坐 臀部 就还跳 往脚后跟 中间坐 膝盖有反应 说想那膝 啊 阳灵全 上天 上哪叫上天呢 往神厅上想 腿就沉了 想两膝的阳灵 往这儿想 神厅 入法就五十 想三次 想围履 啊 找脚跟 啊 想阳灵 找神厅 最后再来一次 当会你看这腿也沉了 是懒痒痒的 甚至有打弯处 都要舒展直 越慢越好 那只事儿 我现在说这个叫收拾的时候 要做这个动作 你好别今天练一个狮子 练两个狮子 说不要 当时就不练了 啊 必须要做这点 这叫收工吧 然后 再想想两手腕 想想两肘 有动之意 没有动之行 啊 想两肩 想两胯 想两膝 想两脚腕 你老想脚腕 就散播了 今天再给你纠正两个式子 太极启示和南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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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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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左脚自开 二 右掌前按 第三核 右掌下按 右掌上步 四核 四核 左掌前按 公西 五 左掌下按 六 右掌前按 下面是手挥皮八 四核 一 一 右掌陈踩 向左手找右脚 左脚大指要翘的时候别翘 点点地 这右掌陈踩 二 收腹翘脚抬臂 左手 左掌 左掌平按 一 右掌上右手心脱左脚 脚放平 然后食指 由右掌前方到左掌前方 手大指不要超过脚尖 手大指不要超过左掌的 这一条线 这气才稳 你刚才这就空了 就是这个 脚小指 手大指 在一条线上 这边多四个手指 这边多四个脚指 这才有一条线 这是哪一点 按手风琴 钢琴 这一踩人就起 这里边还调息 调气 第四栋 左掌上腾 三个手指 托天 把左掌印直 然后最肘 收脚 松肩 下面那肩 野马分钟 松左肩 最左肘 左手四落 手背贴的右膝外侧 松右肩 追右肘 右手肩 自然脱天 沉右肘 手背靠近左耳 眼神往左前方看 迈出左部 这叫右肩 左肩 左靠 松右肩 追右肘 右手下落 左手上起 小手指跟着 执一平 回头看 第四肩 第三树 右掌 回吕 右手 手背 移到左膝外侧 最左肘 手背 靠近右耳 眼睛 看这方向 右前方 迈出右部 右肩 右肩 右靠 停 就刚才 你打的这三个式子 漏气咬布 手挥皮疤 野马分钟 每一个姿势 对健身 都有作用 好 我先给你讲一下 那个作用 你刚才的姿势 做得不够 就不起作用 真的吗 楼膝腰部呢 是治关节炎 为什么能治关节炎 因为这腰啊 是管四肢的总机关 你将一想腰 就是命门 你看看 肩 胯 都在动 上肢 还有个头 就是夹肌 一想夹肌 你看底下不动 下边呢 是围铝 你一想围底骨 你看胯 吸足就动 都很清理 所以这漏气腰部呢 就是 你怎么叫漏气 就是左手 由右肩 楼到左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那膝 就往前去了 然后到这儿合 右手从左肩 楼到右胯 右部呢 就是右脚在前 推右掌 左手在前 推左掌 左脚在前 推右掌 要是左脚在前 推左掌 为顺步 右脚在前 推右掌 左脚顺步 这是术语 要知道啊 搂西就指的 使这个手 搂到胯 这个积极作用很快 要摔一个人像 跟板尘土之内 你先不妨我做一下事 你看 你手这么一扶 我呢 就这么一扶 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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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关节给拿了 明白 这样轻轻一扶就是 这跟他打成筒 你看 陆西要不长呢 有时候那步子在锁上 人才倒 你看你这手来 我说这手扶 这个你看那步子 就再去 清天的一扶就是 这个 手挥皮疤 就刚才这个 做这个时候 成彩 这也叫千金针 就这手 让人拽不动 就全凭那脚点地 就说就这样 你看你拽我 你看 你这始祖的进去拽 你看 你都挺 对 明白 这么 这时候就是 长官年了 这回大爷 瓢 手挥皮疤 等以后 讲太拳 实用的时候 再细讲 今天跟福战人 体会一下 这个 就是踩 收腹 翘脚 就平了 野马分钟呢 是锻炼什么 锻炼这个 两肋 神这野马分钟呢 把两臂 两腿 当马的钟 马头 摆动 马头是哪呢 躯干部分 两肩 两胯 和躯干 都是那个头 头来摆动 这个 手脚 很清零 这个 得走出这种身材 你刚才练的时候 不是 这就不是了 明白吗 尤其现在 还有野马分钟 跟木头杠子 这个钟 这就僵硬了 要灵活 这野马分钟 是破大嘴巴 这等将来讲 谁用的时候 再细讲 因为在 这个不赚这个时间 你看这个 变化的时候 你看 得清零 想尖 尖没有 想肘肘没有 想肘肘肘没有 这就下枪 然后这一起 你看 对肘送尖 就舒展开 从这个手下落 跟这脚配合 这手起的 小刺耳耳持一瓶 回头就看这个钟指 不要在这 明白吗 不要 你刚才你看 这个笨 笨钟 这就练的时候 就这样 很松散 这就回头看 就是 这就看 回头 对 回头这就是 做完那小刺耳耳持一瓶 就回头看 看钟指 直接看 下面您把这个 我再做一下 好的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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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收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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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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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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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 左手 李宗盛 右手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懂了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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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身子 李宗盛 还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个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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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